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神童預言中的聲音 在非洲摩洛哥 出現了超強地震 傷亡慘重 一浪接一浪 天災野 我們和大家回頭跟進一下 除了摩洛哥這處地震之外 另外一個港人熱點 泰國巴提亞水上市場大火 超過一半的店舖墳位 簡直很恐怖 說到現場環境有些 當反跳水逃生 好像夏威夷一樣 另外世衛也警告 登革葉很厲害 現在爆最嚴重的登革葉 真的什麼都出齊了 這次地球也混合了 還有其他世界的新聞 會和大家一起跟進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多謝你們的支持 和大家看了 這一場超級地震 記得土耳其地震 震得很誇張 傷亡慘重 到今年的第四季 踏入九月份 準備迎接新的一年 很快就出現了超強地震 在北非國家摩洛哥 中部大阿特拉斯山 出現了6.8級的淺塵地震 說到他們的首都拉巴特和馬拉克薩 也出現震感 雖然說6.8級很少 也不是八級地震 但是說到這次地震的震動 去到西班牙、葡萄牙都感覺到 真的不是很少 他們的內政部確定了 今次傷亡慘重 為什麼呢 因為今次的震央位於山區伊吉爾 他們距離南部主要旅遊城市 馬拉克薩以南70公里 其實也很近 導致馬拉克薩老城多棟房屋倒塌 很多市民湧到上街避難 這次地震完之後 其實19分鐘之後 還有一次4.9級的余震 當地民眾說有20秒 由二樓衝到地面避難的時候 很多門因為震動自己已經又開又關了 這次造成最少296人死亡 超過150人受傷 更加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損毀 有些網傳影片看到房屋樹木搖到 很多人馬上街避難 有一個泳池在酒店裡面也發生停電 也有清真寺在地中損毀 其中說到馬拉克薩老城 其實是聯合國教科民組織世界遺產 當中在中世紀的紅牆 清真寺的尖塔倒塌 真是大件事了 敵不過天災 周圍都是啞鈴 汽車亦都損毀了 真是大件事了 看到的情況也挺可憐 有人說到 有兩千萬人在這場地震 感受到震動 真的不是小事 其實說到這場地震為何這麼誇張呢 因為根據美國地執勘探局 他們指出 這次的震動位於這個地方 其實不屬於板塊移動的區域 而說到在這個非洲板塊內 他們是近百年以來都沒試過超過六級以上的地震 又引用好像我們的官員 政府官員那樣說 百年一月 五百年一月 所以你們怎麼防呢 當然這些極端天氣繼續持續 簡直好像印度神童的預言又一樣 因為除了這個大地震之外 世衛也都指出 現在那個登革熱疫情很嚴重 爆到爆爆聲 一浪接一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世衛組織說到 在孟加拉亞孟加拉爆發了這個史上最惡劣的等格熱 只是從今年四月以來 已經有超過六百人死亡 以及超過13.5萬人感染 有人就說 孟加拉那個蛋智 原來 說到等格熱現在受到全球氣候和握爾尼諾現象加速了這個疫情 其實在亞太地區 你看看 台灣 日前都說要撲滅登革熱 香港也早就做了很多功夫去滅蚊 尤其是現在出現了這些大型暴雨 過後的天氣都還沒涼 其實涼涼的 我不知為什麼可能下了幾天雨 早上起床的時候比較涼爽 但是也可能會繼續有利 有污水積水 有蚊蟲的傳播 現在說到世衛指出 孟加拉的醫療系統 因為大量病人的湧入 已經面對相當大的壓力 其實大家都可以相言知 好像疫情之前 全球多國也都出現了 醫療系統的塌 導致病床醫護人手短缺 只是上個月的12日 12日裡面 一天裡面 有1萬人需要入院接受治療 而譚德塞 是這麼說的 他說 由4月爆發以來 已經有600多人死亡 當中有300人在8月死亡 雖然登革熱在孟加拉經常都有 但是說到今年的疫情 比過往提早出現 也說到由於登革熱 不只是孟加拉才有 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都流行 每年有4億人受到感染 但是今次在孟加拉全國64個地區也有發生 人口2000萬的首都達卡 成為疫情的重災區 現在世衛都叫救命 大家不容忽視告訴你們 好了 接著 也跟大家跟進一下 英國倫敦 有兩個大機場 發現這個塌樓危機 不是吧 這麼嚴重 機場很忙碌 你不是玩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呢 近日英國爆出這個塌樓危機 不只是機場 原來多間學校被揭發 他們的建築物料叫 鋼筋鎮壓加氣運營圖 那個限期屆滿 叫RAAC 這個簡明 意味著這些學校將會有倒塌的風險 後來英國當局發現到全國有不少的公共建築物都在用這些物料 包括西斯路機場 又或者叫吉域機場 兩大主要機場 那就麻煩了 那怎麼辦呢 又要小收小補 另外 萬鐵斯特機場 都可能要留意 原來這種物質 RAAC 在1950年到1999年 是普遍在英國使用的 但有限期只有30年 但是有專家認為風險比較低 這樣 OK 那儘管看看有沒有事 真的要小心一點 現在周圍都出現了這些危機 那些危機 港人也很喜歡去一個地方 就是泰國的巴提� 現在他們的水上市場出現了一種大型的災難 就說一度發生爆炸 兼且大火 燒了過半的店鋪 經濟損失過千萬港元 泰國春武里府巴提瓦旅遊勝地 四方水上市場發生嚴重火災 根據泰國公共廣播公司的指出 起火的地點佔三公頃 乘駐風勢蔓延 摧毀市場裏大部分店鋪 其中有一名男子吸入龍煙 經過治療後出院 官員到現場調查起火原因 估計經濟損失超過五千萬泰銖 真是恐怖 更加有人為了逃生 怕燒死馬上跳下水 真是 真是恐怖 這些事件一浪之一浪 接下來跟大家看看 二十國集團 峰會G20 在昨天一連兩天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 而輪席主席國印度總理莫迪 在開幕禮發表講話 就說 非洲聯盟將會納入G20 這樣 厲害了 連非洲也走進去了 但是在G20峰會舉行期間 英國首相新韋城批評中國 阻礙聯合聲明 這樣啊 這個時候拿出來抽請 不是吧 什麼聯合聲明 根據 由於現在的地緣政治局勢 大家都看到 國與國之間 感覺上都說不出 中俄領導人 沒有出席這次峰會 更加意味著 G20 沒有可能 最終的聯合聲明 達成共識 最後更加不用說 對於這個堅定氣候的 議題承諾 都應該沒有用的了 由於中俄又沒有人出席 現在新韋城就覺得 大家想著談 有些事情可以拿個共識 你不出席就是不用談 沒得談 真的 看到開始的局勢 好像之前我們的分析 預計得到 又會成另一個新的局面 究竟 在最後這個世界 將會分開兩個陣營 另外 根據北韓的傳媒報道 他們的領袖金正恩會見 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劉國宗 率領的中國政黨代表團 就著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祝學表示借意 因為中方代表團 就說 現在去訪問 令到中朝之間的關係 就擁有特別的 厲害了 現在派代表團中國過去 金仔接見 大家很老友 其實都看得到 現在的國際形勢 究竟哪邊埋 哪邊堆 各有各 他們自己的選擇 各有各的陣營 另外 這個世界 很多國家都 出口不同的東西 說到他們承包著 全球人的糧食 物料 舉例 印尼、印度、泰國 米、越南米 他們又會掌握 亞太地區很多人的糧食 中國、鋼鐵 現在更加說到 尿素 就好像說 限制尿素出口 會影響全球農業 即是你OK 你不出米 我就不玩尿素 因為 說到由於 國內價格上將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說到 中國已經要求部分化皮生產商 暫停出口尿素 部分生產商會在9月起 停止簽署新的出口協議 如果這件事真的成立的話 會導致全球供應緊張 衝擊全球農業市場 其實尿素 因為說到是中國 全球最大的生產國和消費國 出口去印度、南韓、緬甸、澳洲這些地方 如果它真的限制的話 將會擾亂全球供應鏈 到時候大家 又捱貴了 你又掌制一樣 我又掌制一樣 大家互相掌制 到時候可能都不講錢 可能用以物換物 都不出奇 又是走回古代那一套 當你的貨幣已經 物價標升到一個點的時候 有些銀子已經不再值錢 那就利用以物換物 你要米 我要尿素 拿尿素來 你要鋼鐵 我給你一些鋼鐵 你給其他帶豆來 這樣 互相交易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就是不停輪迴這樣 好了 因為印度其實現在 禁止部分豆米出口 導致米價 在上個月創了15年新高 其實這些問題 都一直困擾著我們 所以我也說 糧食的危機 是不停的 好了 接下來也和大家看看 有一位美國男子 竟然屈斷兵馬俑的手指 你這麼多手 是不是真的要斬你的手 你才安落 現在他就說 向中方自協 因為在六年前 有一個美國男子 屈斷了 當時有美國展覽的兵馬俑手指 這件事件引起 中美兩國之間的關注 案件審理幾經波折之後 就近日宣判了 綜合美國的媒體報道 在當地時間的星期三 涉嫌屈斷手指 並且偷走 屈斷了手指的男士 被判緩刑五年 罰五千元美金 更加一百個社區服務令 一百個小時的社區服務令 怎麼搞錯 五千元美金 兵馬俑何價 就算我要屈斷你的手指 你也無補於事 原來還有一場聽證會 將會下個月舉行 另外賠償金額 還要討論一下 這位 美國男子 在費城聯邦聽證會上 向家人和中國政府 致歉 並且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悔意 他又說自己沒有任何藉口 為這場醉酒惡作棋而狡辯 他說經過這件事 他明白到 這些考古文物應該獲得尊重 不能夠被搗亂、破壞和搞難 他說一直想著找一個贖罪的機會 那你去扮兵馬俑 對 每一次展覽就扮兵馬俑 那我就覺得最好 是不是 真的 另外 看看南韓方面 之前出現了一個很大型的集會 就是有很多教職員出來抗議 有些怪獸家長欺負教師 有很多學生欺負教師 在韓國教師的保障非常差 近日再有教師不堪壓力自殺身亡 在日前 這個大田廣域市 他們的警方就指出 一名女教師懷疑因為被家長惡意投訴 兩天前就家中自殺 被發現送院之後 在日前兩天就不自死亡 警方透露 女死者是一名四十幾歲的老師 遺囑指出她生前因為家長若疑問題 以惡意投訴已經經歷低潮 長期接受精神科治療 近日聽到首爾一名女小學教師 亦都這樣被人欺負到自殺 令到她自己想起 19年捲入一宗若疑案 當時被家長惡意投訴 最後無罪釋放 這些勾起根 引起大家公眾關注 南韓方面 那些家長都不尊重教師 當他們像挪體橙一樣 現在就引起廣泛關注 希望政府可以保障教師權益 我覺得要教的 因為你是全國國家的人去教 但其實韓國呢 他們某程度上還有一些 很不太好那種 傳統 好像古代一樣 又是中男輕女 男人很兇 即場文化欺凌 即是很日本 有些位置很日本 上司、下屬一定尊重 遵從 不敢說不 經常都說平權平權 他們很多位置都做得不太好 另外 亦都和大家看看 現在關於核污水排放 感覺上好像少了很多中國旅客 飛過去日本玩 但日本的全日空總裁 他們出來說話 雖然中國對日本福島核電站的廢水排放反應熱烈 但目前沒有任何一種跡象 看到中國旅客減少了日本 他相信這件事件是不會抑制著中國遊客訪日的熱情 這位總裁兼行政總裁說 他一直留意關注中國旅客的動向 他說目前為止 都好像沒有很大影響 他說7月份來自中國的入境旅客 多達30萬人 今年1月只有3萬人 你可以想想 這麼多人 當然沒有減少 你說而已 你拿7月 你拿之後的數字再比較一下 是不是 那儘管看看 當然 有人說也不是 真的多 你看近期有些內地人 故意跑去別人的米芝林三星餐廳 那樣的核輻射檢測 當著別人的臉 跑去檢測別人 這種跡象 有人覺得 口裡說不 身體強行誠實 另外 也有報導指出 中國拒絕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 關於福島核污染水排海 國際監測機制 不是吧 這麼大的機會都拒絕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回應 說這些是虛假訊息 哪有可能 發言人回應 事實上 日本委託原子能機構秘書處 對日本方面 自己採集的核污水樣本 進行一次分析實驗室對比 但是中國沒有受要的 至今福島核污水數據 都是日本自己做的 作為被監測者的日本 應該不是這樣做的 所以 有人感覺上 你又檢測 然後 你又被監測 沒有理由 自己做的 是吧 那你應該找第三方人去做的 所以 為什麼中國 不相信這些數字呢 所以 中國有中國他們的解釋 好了 那 接下來 也給大家看看 好人好事 所以 經常都說 愛惜 周圍 這個世界 那些動物 生命 那 你做的好事多 真的會有好報 為什麼 在外國 有一位 郵政人員 他每天 日出上班 日落下班 說到 他有一天 回家途中 看到一隻貓 好了 那 原來他開頭 一定是聽到喵 然後 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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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回家之後 他越想越不放心 於是又走出去找貓 結果 就在一個角落 找到一隻貓仔 他小心翼翼 把貓仔放在自己的袋子裡 說到 這隻貓也很聽話 很快就睡著了 在這個回家過程當中 這一位好心人士 突然之間 心血來潮 買一張彩票 他覺得 看到一隻這麼有趣的貓仔 應該今天我也是走運的 想不到 幸運之神真的降臨 幾天後 他發現到 他隨便買這一張彩票 竟然 還有七十一萬元美金 哇 真是 真是好運 那 當然 有人說 我撿了兩隻貓 都沒有想著買彩票 當然 你抱著這個心態 當然是不行 什麼時候都說 你去幫人 幫動物 幫生命 不是求回報 有時候有些事情 時來運到 就得到 好 那 跟著 給大家看看 現在說到法國 哎呀 接近20%的國民 都負債累累 將會有很多人餓死 不是 這麼嚴重 他們的報導指出 原來有18%的法國人 他們的戶口出現嚴重透支 在法國的信用卡並不普遍 全部都是用這些叫做借記卡 就說銀行容許在不收費下用戶的戶口投資 由於現在出現了糧食的價格 能源的價格飆升 導致出現了越來越多人 買不起食物 那麼更加有很多人生活 在這個 叫做水平以下 那真是麻煩 現在出現了一半人 發覺 一天吃不夠三餐 所以都告訴大家 雖然有人覺得 辛苦 香港生活活得很苦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放眼回到世界 如果你能夠有三餐溫飽 其實你應該感恩 很多人在這個現今的環境 這麼現代化的城市 在這個世紀裡面 仍然很多人因為不同的原因 未能夠吃到三餐 好 那接下來也看看 出現了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軍事角力 什麼事呢 加拿大的護衛南亞在東海 三次遇到解放軍藍石 就說被中方拿激光照射 嘩 死了 那又沒有射破孔呢 根據加拿大的媒體報道 去亞太地區和美國日本 參與聯合軍事演習的 加拿大海軍護衛艦 屋太華號 在演習結束之後 離開日本 這個基地一個星期內 最少三次遇到中國海軍艦隻接近 以及跟蹤 而說雙方的距離一度只有一公里 加拿大方面人員指控 中國方面拿激光照射 更加放無人機跟蹤加拿大軍艦 這樣嗎 加拿大軍艦就很緊張 那有沒有開炮呢 當然了 現在說到說 中國和加拿大 因為孟晚舟事件 那就是惡化的 那現在 雖然感覺上 孟晚舟事件都降了溫 但是近期出現了不同的場合 例如好像習近平 我們的國家主席 和杜魯多 加拿大的總理 在一個場口見面的時候 感覺上 加拿大的總理 杜魯多 被習近平露斥 感覺上的關係都不太好 但是他們覺得還可以 你說而已 感覺上不是 所以 會不會引起 現在這個 又出現了另一個矛盾呢 又要再看看 好 那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事情 拜拜